馬祖慈悲大家好 有位朋友在網路上來問到說 每天在神明廳播放經文 這樣對家神有好處嗎 這個問題顧問的回答是這樣 顧問常常講 一般我們到大廟 婚禮一支 家神到家裡來 那有這種意義 就是家神是跟我們一起共修的 然後在修行上面來講 我常常告訴大家 最簡單修行來講 就是你要住到火裡 然後再來念火 就是我們一定要去懂火裡 懂火裡就要透過經典 寫習經典 再來就是要念火 就要念經 念火來修行 所以念火念經是一種修行 可以提升靈性的層次 所以在神明廳裡面 我們很恭敬 來換這個經文 不只是神明可以聽 我們也可以聽 我們也是在精靈 我們也是在精靈 對我們靈性的成長一定有幫助 神明廳就是讓我們沉浸 心靈的一個地方 來與神的溝通 讓我們能念經播放經典 就代表我們有在修行 就代表我們有在修行 那修行就是明火裡 要換這個經文 那跟神明一起來精靈 一起來練 來感測 對不對 感受這個經文的那種妙力 不可思議的那種力量 那一定是有好的 那就是所謂的功德 有好的一個結果 就是有功德 所以棍是贊同的 非常贊同的 所以我們天上聖母經有講 馬祖的修行 在世的修行 就是靜姬 靜姬就是把那個 共作動得很漂亮 對不對 焚香靜姬 再來是誦經禮佛 所以我們宋經啊 禮佛謙成 所以我們親住在神明廳 宋經禮佛 那沒有的時候 患而因 經典 念經 經文 在神明廳 一定是有功德 以上呢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請 請 卡 我 在神明廳 快祝 你 才能 在前面 有 甚麼 感谢观看